最近天气热,台南有民众点了一碗综合豆花外送 但是打开要吃时却发现,在上面却浮了一层油 越吃越觉得很奇怪 拍下照片,po上网提问说,这个油到底是哪里来的呢? 好,没有想到这个问题,却引来店家亲自解释了 说里头的配料花生就是原酥 因为花生的油脂比较多,要是没有马上吃的话,一定会出油的 后续更引发5000多人都在关注 让店家也吓了一跳,有莫的说,花生受宠若惊 豆花搭配糖水各种配料,花生也是热门品上 这间花生用炒的,也有煮到迷迷桑桑的软花生 但夹进豆花怎么变这样 汤汁上泛着油光一点一点,民众惊讶这是油吗? 喝的是甜汤又不是淡花汤,越吃越觉得怪 Po文求姐调出当时店家轻轨,点名配料花生是原酥,没马上吃一定会出油 因为花生油脂很多 其他业者也说出油是正常 花生在六大类食物中,属于油脂与坚果种子类,含油膏 网友表示,不然花生油是假的吗? 不少人就爱这滋味,看见Po文嘴馋笑回,等不到出油就吃光 在两个小时内,你没有马上吃,希望是能放在冰箱 花生会出油,加上外送等待时间拉长,出现浮油 当时店家也转发到自家社群,引起5000多人热议 店家幽默带花生回应,受宠若惊 民众长知识金箍,原来如此 记者黄富奇,台南报道